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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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安全感 就是怕鬼 趴鬼呀 就是 我就是怕那些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 我的耳朵和鼻子非常敏感 就是 微小的声音我都能听到 总感觉 旁边有东西 我就有些害怕 因为本身时空系的虚妄 有时候不一定在你旁边 就是比如说据个例子 假如说我的耳根源通了 严格坐在这的时候 当我跟你说话的时候 我同时跟别人在聊天 也有可能我的耳朵 同时听到很多声音 都在我旁边在说话 比如说 比如说观世仪菩萨 哪个观世仪菩萨 因为观世仪菩萨你比较熟 因为观世仪菩萨 他千处祈求千处印 你知道一千处祈求 他同时一念能听到 而且一念之间全印 其实是用心在做 就是我们的心 就是说天初九 就是说假如说 他这个不管世仪 假如有一个人 在一切子里外呼唤他 有一个人在他面前呼唤他 这俩声音是同时到达的 而且都想在他耳边在说话 就同时在他耳边 在不停地说话 那么他同时就听到 而且所有的人 不管多月 不管他在美国 还是在外星球 他的声音是同时 同时一模一样的 在他耳边响起 所以你听到的声音 不一定是在这个时空 不一定是就在你床边 是不是 这是我们的心 就具备了这个功能 因为我们人不是用 这个将来你看看什么 余切式地论啊 这些大的经典啊 就看看经典 我们心事不是用人类的眼睛 野耳鼻舌声啊 野耳鼻舌就是这些 你的见闻觉着 不是依靠眼睛跟耳朵 就能够达成的 你必须是用心来看的 就像你看 就像死了人 死人的耳朵还在吧 是不是 但是他听不见声音了 他耳朵又没掉 但是人里有心 心的动作意啊 就心在动啊 所以耳朵能听到声音 是吧 能去思量分别嘛 思维分别嘛 所以我们一直在用心听闻 但是反而我们的六根的 见闻觉知 把它有了局限性 因为眼睛就 局限性来自于什么 我们的眼睛只对颜色起反应 只对色 就是 就是 野耳鼻舌声 色声相为粗绑 眼睛只对色 比如说你的动作 长相 你的 穿什么衣服的颜色 这些行为 你做了什么 他只对 就是前表的 表层的这些色起反应 耳朵呢 只对声音起反应 就是耳朵对色就不反应 你闭着眼 你就不知道他穿什么衣服 是吧 他耳朵就不起反应 但这个借闻觉知 其实是人力 人力 自己形成的一个 局限性的障碍 其实我们都是用心在做的 要打了 所以约通修耳根约通 眼根约通修六根约通 就打破这种局限性的障碍 然后回归一心啊 叫六根互用啊 回归到一心 那么这个心就突破维度了 突破维度就会 就会达成我刚才说的 他在美国跟你说话 都在这说话是一样的 就像就像手电话一样 他在珠海打电话 跟在美国打电话 这声音在你耳朵是一样的 是不是 如果网络停息的话 那个声音是一样的 不因为距离 这个声音有任何改变 所以你 如果你在床前 你比如晚上睡觉 你听到有人在你床边说话 你觉得有俩鬼在你床边说话 那肯定在地理道 不在你这 对啊 也有可能在其他道说话 你听到而已 是吧 不代表他能在你的床边 但是同时你具备天耳朵 天也通 你就不止听到他说话 你一动念 他就在你眼前写像了 写像是什么 时空所 时空合一了 地狱道跟人道合一了 也不是说你去了地狱道 也不是他来了人道 两个各在各的道 但是没有道 各在各的道 但没有时空 没有时空的隔阂 就是你看见他了 他看见你了 然后他会问你说 难道我去了人道 也不是 难道我去了地狱道 也不是 就是你看见他了 你也听到他说话了 他也听到你说话 你看见他 他也看见你 只不过就是神通境界 但人力是可以有的 比如说这个就是 贴耳的带气嘛 现在人力的很多的 内在的功能 用外在的 外在的这种机器带气了嘛 手机就是贴耳通嘛 但是人力是通过 内在的修炼 能达到手机的功能的 多么遥远的声音 一下子就过来 你在珠海 他手机 在耳朵这一块 已经很远通了 比如 手机 一个手机的 就这样一个手机 放在我们耳朵边 只要有人 他能够连上你这个线 是不是 他在外星球 打电话是一样的 你听到的声音 清晰度是一样的 是不是 眼睛也快了 你坐在这 可能超时空 能看到吗 只要连上你这个眼镜 可能你戴个眼镜 一连上 他在外星球 你看到他就在这 是吧 一样的 这只就一样 但是我害怕怎么办 比如说我鼻子 我不太喜欢闻 其他能叉照的味道 一闻到我就会很烦心 我就不知道会怎么处理 总确实说 你不太适合 在人道生存了 这样子 没关系的 这个休息都会有这个 比如说我们修六根 这个净化 刚开始吃素的 吃久了 也会就是开始 闻到自己身上 有臭味啊 人气啊 人体的味儿啊 自己不觉得自己臭 你修修一段时间 净化了六根以后 怎么自己这么臭呢 什么也不能闻了 反而好像不修行还好 一修行一净化 哎呀 按着谁也说 他有病气 以前还没事 你要修到一定 修一段时间 这只不过是天人的境界而已 就是修一段时间 这个也不能挨 那个也不能闻 这在哪也就是 这也脏 那也够 那也近 就是分别还更重了 分别更重了 这会很乏 这是过程不怕的 你要对自己宽容一点 要自己突破这一间段 因为所有的够跟近 本身没有够近 只是你心分别出来 你知道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 你念过心境啊 不够不近 知道 中到是不够不近 所以你要知道 那个脏或者臭 那个香跟臭 是你心分别 你如果不定义它 这是臭 它就不叫臭 你看人家死克老 滚这个粪蛋 可开心的滚啊 难道它不臭吗 说明那个臭 那个定义 不介的就是臭啊 因为它的心定义 那个臭跟你定义的 不要 它也有臭的东西 有的东西 它闻都不闻的 死克老 你不要以为 它滚那个粪蛋 它就喜欢所有臭的东西 有的东西 它嫌臭 只是大粪它不臭 但是对人类来说 大粪很臭的 有的东西很香 比如我们吃动物的尸体的时候 所有的动物的尸体 撒撒调料很香啊 是吧 我们不吃吧 烤鱼 杂 什么东西 烤鸡烤鱼 你知道动物的 肉是最 其实蛮臭的啊 准确的说 肉是很臭的 肉尤其放久了 就是死了以后 这个尸体啊 你看人的尸体 死了三天以后 你家里臭的药也不要 所以肉质是 植物没那么臭 就是腐烂了也没那么臭 它肉是很臭的 但是我们吃动物的尸体 冰冻了以后 我们把它放 几十天啊 然后呢 撒撒桥流我们吃 觉得很香 现在是最臭的 是比较起嘛 就是 就是 比植物来说 真的是很臭 你想人嘛 这都是动物嘛 死了还不是 就这两个胳膊 两个团嘛 什么我们这个 无意识说 吃素没关 就是没关系 是这个 这个尸体 这个动物的 这个尸体 放几天以后 特别臭 所以最相冲的定义 我们没有 只是人力的一个定义了 你要突破人力的 这个局限性 至于你怕 其实是你不了解 你对所有的盲区 和暗角的 都怕 比如说 你不知道我这边有什么 你看不见的 这边是个暗区 盲区 我们都会恐惧 所以我们恐惧 未来也是看不见 看不清楚才恐惧 你要知道你怎么死的 你知道你未来怎么弄 还活几十年 然后怎么死的 什么一清二楚 你恐惧是啥 是吧 就不恐惧 要看不见 未来 团团 蛇 事 Untertite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